在我们过去的影片中 很常有观众思绪我们 说RAF的大灯明明没有很亮 为什么还会有刺眼的问题 可见很多RAF的车主 都觉得原厂大灯不够用 而且有刺眼的问题 我身后这台是21年的RAF5代 大灯是原厂的LED反射式头灯 从亮度视色可以看到 目前的亮度大约落在11000左右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种亮度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照明效果 首先最大的问题 当然是照射距离不够远 目测可以看到最远的距离 大约在30公尺左右 这么短的可见距离 如果有突发事件发生 我们能够反应的时间会非常的短 相对风险性会高很多 而且这样看照射范围其实也不大 如果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能反应的时间也不多 最后是这种车身较高的休旅车 配备的又是这种LED的反射式杯碗 实际上会造成炫光 或者是刺眼的情况 你可以想象 当你被对象的车辆灯光 直射的时候 是会雾茫茫一片 完全看不清路况的 相信很多人都不愿意发生这种情况 再来就是我们时常被问到 升级大灯会不会影响原厂保护 简单来讲的话 我们只会动到灯具内部的结构 以及线路 至于车上的原车线路 我们是不会做任何更动的 而且我们提供一年的产品保护 两年的防水保护 一件光呢 在它有八间分店 都有提供售货服务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关于亮度升级的部分 我们会将原厂的反射式大灯 幻层DF5代的专用鱼眼套件 搭配上我们高阶款的LED鱼眼 让整体的亮度跟聚光度大幅度提升 最后再将照射角度调整至最佳状态 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刺眼或炫光的问题 还能让照明效果大幅度的升级 升级完毕后 我们再来实测一次 亮度可以看到达到了25000左右 整体提升了两倍多 升级过后在国道上的 整体照明效果非常不错 可以看到照射距离提升很多 目色应该有50到60公尺左右 左右两边的照射范围也很宽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两边的车道状况 而且从旁边的车可以看出 我们的照射角度直到车身的一半 这种高度怎么可能会刺到眼睛呢 对不对 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 如果你是RA4的车主 也有亮度不足或者是车灯天眼的问题 相信这部影片能够帮到你 车灯问题找预见光